秋风洒爽吹过的时候 不带一点修饰 纯净名澈 像一位智慧而纯美的朋友 拥有着品味与个性的风度 FM95财富广播 听见秋天 好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半年报社广告之后 继续的回来收听 这里是FM95财富广播为您带来的娱乐新空气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妍 短信平台我们的微博依旧是为您开通的 可以进行来互动我们的这个后半小时呢 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一个歌手的连线 叫做我是大明星 那么本周请到的歌手呢 是来自于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张欣杰 那么他呢有一首歌曲是红遍了大街小巷 这首歌呢就是彩虹 不晓得大家是否还记得 那么他呢也是这个华语歌坛当中 拥有男版阿妹之称的张欣杰 他的全新个人专辑呢 是在9月12号的时候呢 正式是在内地发行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张欣杰 嗨 主持人小妍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歌手张欣杰 我的个人首张专辑 已经在在9月12号的时候 在内地正式发行了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专辑 打开欣杰 那么我们知道呢 你是9年魔一剑啊 那么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说一说啊 这9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你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这9年其实我都在等待一个再唱歌的机会 从14岁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然后也很容易受到制作人的青睐 得到唱彩虹的机会 发表了彩虹这种单曲 那那时候台湾的联系剧 有一个叫明阳四海 它的主题曲就叫做彩虹 然后 对 因为那时候 那个游秋星 他有在里面当男主角 然后所以大家都认为 那时候彩虹是 东地火车游秋星唱的 对 然后之后我就 面临就是要去当兵 然后退伍之后 然后找了一个阵子的上班族的工作 但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太爱唱歌了 所以就跑去Pub演唱 可是因为Pub的时间 上班有点不太稳定 而且日夜颠倒 我只好把就是白天的上班 上班的工作吃掉 然后找剪裁的工作来剪裁 这样子 好的 我们还是来说一说 你的这张新专辑啊 那么你的这张新专辑当中呢 又是收录了这首彩虹 为什么又要收这首歌呢 其实彩虹这首歌 对我的人生来说 其实很重要的一首歌曲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荣幸 在小小的年纪就可以唱到 就自己的偶像 东地火车的歌曲 而且在彩虹市的时候 就有自己的偶像 在旁边这样指导啊 可是当时真的做梦都会笑 那时候 就是除了专辑的彩虹这个除外 那我里面在这个新专辑里面呢 又有重新收入了2001的版本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仔细地去听听看 就是2003年的版本 跟2001年的版本 那可以去做一下比较 然后我先跟大家讲就是 可能就是以前2003年的唱法 可能会比较硬 比较充 可能风风雨雨啦 然后可能在情感的群制上 可能会多了一些自在这样子 所以说2011年的这个版本 可能听起来更加的会有 更多的一些技巧 更多的一些感情投入是这样子吗 对对 因为毕竟这前两年 我都在比赛这样子 那可能就会有 可能就会收到别的选手们的一些 好的东西啊 那就是评审给我的意见啦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就是因为你是一路比赛下来的 你会不会觉得参加就是这种歌唱比赛啊 对于自己来说 在因为有老师的专门的指导嘛 就是风雨会特别特别的丰富一点 比一些就是直接发片的歌手相比的话 在演唱上的技巧上 是不是会更加的熟能声巧一点 我觉得当然啦 因为从以前在比赛的时候 这样比我总共比了三个比赛 然后我觉得这些一定都会有学到一些 就是对自己好的东西 那在评审的教导之下 这样一再一次的这样子一直教导我 然后而且那时候进录音室 然后制作人也是非常的刁难这样子 然后录了这张打开新节的专辑 我相信大家可以去听看看 我觉得跟以前我在比赛以往的唱法会有所不同 那新专辑当中除了情歌之外还有别的曲风吗 有啊 那这张专辑其实主要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 还是以情歌为主軸啦 对 那但是里面有三首歌 有两首是比较funk轻快的歌曲 在这专辑里面 那专辑的歌名叫做 那个人行立牌 跟寂寞便利店 那也有一个是比较小品的 那那个 那个歌名叫做风还在吹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因为我还是蛮喜欢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 对 哦 你会唱吗 不会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也是某个电视剧的主题歌 某个电视剧的主题歌是不是 对 很熟就是 因为我也是属于这种特别爱看偶像剧的嘛 然后发现我特别熟 因为 偶哥主要我们的这个专辑里面也是以情歌为主軸 那有些人都会跟我讲说 诶 听我们的专辑可以帮大家疗伤这样子 对啊 其实事实上是真的 因为我们这张专辑主要也是以情歌为主軸 那很多歌曲呢 都是可以帮大家疗伤 不管是在感情啦 还是在工作上 事业上遇到一些挫折 那这张专辑里面都会 听到的应该会有感的发 我觉得 其实总的来说这还是一张非常不错的专辑 可听性也是非常的高 诶 那么今天星杰也是 是不是要为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现场的演唱呢 今天有没有准备歌曲 有啊 今天有特地有准备 就是想说要唱给听众朋友们听 好啊 那么今天准备了几首歌呢 我今天准备了三首歌 同首 我原本是想要把整张专辑都唱完了啦 可是真的是时间的关系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我真的很想把我的歌曲介绍给大家听 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内地来 然后现场唱给大家听可能会更好 一定的啊 当然啦 一定一定要保一个机会 就是到内地 就是自弹自唱给大家听这样子 那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有在开始慢慢的计划 就是在十月初的时候 我会在内地去内地宣传这样子 那会有杭州这一站吗 杭州 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 有没有来过杭州 杭州还没去过耶 内地都去过哪些城市呢 内地我去过福建啊 还有西安啊 还有厦门 厦门 好像除了厦门之外 另外的两个城市都跟你们考的还是比较近的 对啊对啊 其实我还蛮想要去 就是很多地方这样子 嗯哼 下次有机会到杭州来 杭州也是特别好玩的一个城市 真的吗 有什么好玩啊 对啊 杭州有西湖啊 哦 西湖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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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很多人去内地玩 我就想说 哇 真的很漂亮 叫我一定要去 杭州有西湖 有白鸯子啊 对啊 最近都在忙宣传啊 下次在十月初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一直很期待 在十月初的时候去内地 你一定要好好的在那边享受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还是先来听你唱歌好不好 好 好 希望要给你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我接下来带来这首歌 就是在我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叫做彩虹 嗯哼 只要呼吸过来 最穷是梦 心看着我 心拥抱我 体温别流动 好多话想说 好多事要做 好多事要做 几天空给我 几时间给我 再多一点自由 真为一道彩虹 深为一道彩虹 预过了秋白 但两层天天空 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身为一道太后 心全力要换你一段笑容 够了我爱你 不变动 不变动 谢谢 哇 非常的好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 是来自于张欣杰带来的 彩虹的一个现场的演绎版本 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一段呢 是电话录音 这只是我们采访的一小部分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 当然还是要来重复 我们节目的这个参与方式 您可以通过短信平台 编辑阿拉伯数字95加上内容 发送至1062106251这个号码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 微电台来进行互动 只要在新浪微博里面搜索一下 浙江财富广播 或者呢是在这个新浪微博的 左上角应该是左上角的应用里面 找到微电台 然后里面会找到浙江 再找到浙江财富广播 这样子呢就可以边听我们的节目 边进行互动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很快的要进入到的呢 是我们的45分的报时广告 报时回来之后呢 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 下半段的采访 爱了就沉沦 又学着习惯伤痕 我却表现得从容 不意外 也不惊慌失措 你和他的分叉的感情 是你太堕落 还是我太放纵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受伤也会痛 也会想放手 从此陌生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爱了就沉沦 又学着习惯伤痕 不能要我的容忍 依你的背叛 负起责任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寻找对的人 也会期待 让生命完整 北京时间 19点45分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 娱乐新空气 这里是FM95财富广播 为您带来的节目 我是小妍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连线的呢 是来自于 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当中的 一个歌手叫做张兴姐 那么刚刚我们前半段时间呢 也是跟他聊了 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 以及呢 也是现场演唱了 这一首 红遍大街小巷的彩虹 接下来呢 他又会给我们 带来什么歌曲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 就是他现场版演唱的 这一首 爱了就沉沦 推开门的那秒钟 有一股 像逃跑的冲动 全身旋律 像瞬间 被抽走 冰冷的感觉 蔓延到胸壳 我却表现的从容 不意外也不惊惊 也不惊慌是错 你和他的分叉的感情 是你太堕落 还是我太放纵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受伤也会痛 也会想放手 从此陌生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爱了就沉沦 要选择习惯上歌 不能要我的柔软 请你的背叛 无其责任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心上对的人 也会期待 要生命完成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爱了就沉沦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要不平凡的人 要失去灵魂 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 快乐 爱了就沉沦 爱了就沉沦 这首歌真的是我 就是这张专辑当中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故事 其实这首歌 其实还蛮可怜的 就是以男主角来讲 因为这首歌 我刚开始拿到这个歌词的时候 然后制作人 有给我解释一下 就是有一对情侣 然后他就 男主角 就是一直深爱着 他的女朋友 可是他的女朋友劈腿 这样子 可是这个男生呢 明明他就已经知道 这个女孩子不爱他 而且又有劈腿 这样子 可是他就不放弃 一直就是 一直要求 那个女孩子回来 这样子 那还 其实还蛮 就是还蛮可怜的 就是一个 坚持 就是他自己的爱情 然后就是这样子 被旁边的人 这样嘲笑 然后被旁边的人 这样取笑 但他都没有放弃 那这首歌呢 也就是要告诉 就是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啦 就是角色 稍微互换一下也可以 就是 不要就是 在感情上 就是做的这么的 可怜 超过这样子 我觉得 嗯 所以你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也是因为这个故事 特别的感人 特别的 让你有这种感触 所以录的时候 是不是也在脑海当中 浮现这些画面呢 是啊 是啊 我都会觉得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 亲身经验过的经验 然后放在这首歌曲上面 嗯哼 诶 这首歌是专门为这个 那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 就是好好珍惜的 就是你们互相的男女的感情 这样子 嗯哼 不要再劈腿了 嗯哼 这首歌 你是专门为这个电视剧才配唱的呢 还是怎样的呢 呃 其实这首歌 我们之前做出来 然后才跟这个 这个八大韩剧的妈妈发怒了一起 那个跟他们谈 才做他们的那个片尾曲 嗯哼 怪不得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因为在经常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些歌曲这样不断的在出现 所以听起来会特别特别的亲切 嗯哼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听 我这首爱了就沉沦 可以帮大家疗伤这样子 疗伤 这首歌词写的很 就是很怎么讲 告诉大家 各位素人朋友啊 因为他有一句叫做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受伤也会痛这样子 嗯 就是每个人遇到受伤的时候 他也是会痛 嗯 好的 我们再来说说传记当中的歌曲啊 那么在这样传记当中呢 有一首是来自于小柯老师 为你制作的歌曲叫做出发 这首歌呃 要表达的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呢 其实这首歌是要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这张专辑其实很好玩 其实是一个故事 因为前面你刚刚唱的那首 爱了就沉沦在讲说 因为男女之间劈腿 嗯哼 劈腿之后 然后他就是慢慢的从劈腿开始 然后慢慢的就是在沉溺在那个爱情里面嘛 嗯哼 然后再就是 现在这首出发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 可能你受到什么挫折 那就是不要再沉溺在那个爱情里面 然后要跳脱出来 然后重新寻找就是你下一段幸福的旅程的感情 嗯哼 所以说你的这张专辑 从头到尾可以串联起来 就是像一个整的 比如说像电视剧啊 或一个故事一样串联下来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这张专辑是我们的 刚开始的那个计划是这样子做的 嗯哼 就是一整段就是一个故事这样子 嗯哼 那么除了小科老师之外 你觉得你目前的这个状态 最想跟谁合作呢 目前啊 嗯哼 他帮忙写那个 那个什么陈奕迅的 陈奕迅的像是什么 什么好久不见啊 嗯哼 还有就是 还有兰又时 还有什么 蔡正勋写那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还有施力老师 他也是帮陈奕迅写很多歌曲 还有FIR的那个制作人陈建宁老师这样子 嗯哼 还有很多对 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重金礼拼 就是很多制作人帮我制作这张专辑 诶 说到这张专辑 呃 其实在台湾地区的话 在三月份就已经发片了 而且呢你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还开了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 嗯哼 呃其实那时候 哇其实我那时候还蛮 我觉得这样还就 就一下这样 其实我好像在做梦一样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发 刚发 然后就是要办一个演唱会 其实那时候对我的一个压力是很大的 我那时候真的是 连晚上就我们都睡不着觉 怕 第一个很在乎就是 就是刚发唱片 可能收到的一些粉丝群众 可能还不够多 而且那时候就在我们的那个 华山英文中心就办 嗯哼 其实好在当天真的有做满 其实很高兴 对啊 其实我很想问 谢谢大家就是 各位粉丝的朋友们这样 对我的这样的支持 嗯 好的 那么今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今天最大的愿望啊 嗯哼 觉得就是 我希望呢就是 因为也快完毕了嘛 今年 对 然后刚好 在这个年尾的时间 刚好我的专辑 在内地发行 我希望我的专辑呢 在内地可以就是 有一个好成绩这样子 那就是肯定要 就是各位粉丝朋友们 就是好好的给我支持鼓励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听你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好 那这首歌呢叫做出发 那就是刚刚有提到 是小柯老师帮我制作的 对 那希望你们大家听到这首歌呢 可以到可以寻找到 你们每个人的幸福的旅程 嗯哼 时间过了多久 应该忘了心痛 我想我会努力学会 不再流泪 你离开后的夜 剩下一片漆黑 我努力睁开双眼 却看不见 如果再见一面 只要一个笑脸 不要我我现在过得快不快乐 我出发到明天 眼睛一望悲响 为了你哭泣的脸 留在昨天我哼 我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夏天 灿烂喧哗的记忆 失眠总是亮的带气息 一不小心 就会痴痛的我本意平静的心情 我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去想起 那些早该风平浪静的风景 要像你一样勇敢出发 才属于自己幸福的路上 前行 谢谢 哇哦 非常非常的好听 好 现在时间呢 也已经快结束了 那么最后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们杭州 对浙江的歌迷说呢 好 这个杭州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鑫杰 那我的个人所上的专辑呢 在9月12号 已经在那里正式发行了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专辑 那如果想要知道我 张鑫杰的最新的消息 可以到新浪微博 关注我 那边有我最新的消息 在那边 好的 是的 请大家多多支持 那今天也谢谢小元姐 谢谢你 好的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张鑫杰呢 今天跟我们来进行 这个电话连线 我们来通过这个连线呢 也是了解了你的最新专辑 那么也是希望你这样专辑 能够大卖 接下来的时间呢 也是希望你能够到 内地来多多来做宣传 有机会的时候呢 能够正式的到我们直播室 来上节目好不好 好 那太好了 那又麻烦小元姐 要多多帮我宣传咯 好 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 跟大家say goodbye 好 各位朋友们再见 拜拜 拜拜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娱乐 新空气到这呢 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呢 您将收听到的是 由李月带来的 财琴晚八点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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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